师妹 是你们做的吗 葛先生不久前醒了过来 我刚端了碗粥给他喝 他现在又睡下了 既然没事 那我们也不打搅葛先生休息吧 是小英子吗 你来 陪我说说话 我有事情想问你 好 看来我小的时候 亲眼目睹老师病故 始终都没能释怀 加上年前我生了场大病 不免有些心晦意冷 觉得自己也时日无多 您怎么能这样想呢 现在人事越来越多 瘦数也都越来越长 您只管好好养身体 是啊 学会里授阅其仪之人 也有好几位 我得跟他们学学 再争个几十年 我始终都还是觉得 一些事情 如果不能亲眼见一见 遗憾永远是遗憾 只是谁求长生 谁能不死 可能像我们这种贪心的 要去弄明白世间道理的人 注定得带着遗憾 离开这个人世 但终归少一点 是一点 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一辈子脚踏山船 朝碧海 暮仓无 不惜性命 带回过许多前所未见的东西 到学会里研究 可他临近古西之年时 仍然会说 他还没能见过 这个世间真正的样子 真正的样子 这个问题 谁也答不出呀 哥先生 这一回我出门 跟着心结石的朋友 也见到了许多 从前不敢想象的东西 我说给您听听吧 我们所有人 都要争取长命百岁 这样才有机会 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你会不会觉得 人有点傻 我的老师有时也会说这些 为往盛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人真的很看重过去 将来传承 我在魔域漂泊的时候 见过许多的魔族和妖族 有生存无忧散万度日的 也有如履薄冰奋力求存的 这甚至无关力量的强弱 只是他们的一种选择 可当我数百年后 在重访故地 前者这样的种族 已经消亡的 要比后者这样的多得多 人族短寿 不过是对比仙妖神魔 放到这天地间 谁又不渺小如蒙 便如面对惊涛骇浪 薄命而勇 只为一线生机 至少值得尊敬 我也这么觉得 另一个姑娘应该也在吧 还要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 葛先生不用客气 果然神奇 小英子和我说了 天鹿城大阵的事 这种大阵 首先便是考验布阵之人 对周围天气 还有力量的引导和利用 视为阴势力导 但如今 却很少有人再精通 这样庞大的阵法了 我师们一系 乃是研究各种力量 在小界限内的变化 恐怕对你们注意不多 这是我等数代以来的心得记载 或许聊胜于无 多谢 原本也不敢期望真的心想事成 惭愧 我这里倒还有事想请你们帮忙 这个是 千年之前 我的师们偶然得到一块奇特的精石 将它打磨成了这荣天仪的核心 一共做成两座 荣天仪可将力量禁锢在其中 我猜 也就是你们通常称之为灵力的东西 而对于我们来说 火焰 光芒 雷电 这些正是力量的一部分 我想请你们捕捉一些魔器 到这荣天仪之中 捕捉魔器 所谓的魔器 应该也只是灵力的一种 我听说修行之人 会将灵器分出轻拙 但我们却不是这样看 如今已是燃眉之计 或许修仙门派里的人 会护着寻常人 可他们又有多少呢 据我所知 这数百年间是越来越少了 没有灵力的人 难道就只能坐等别人保护 人间是我们生存之地 我们自然也要竭尽所能 若是可以通过这种法子 找到压制魔器的途径 即使情况变得更糟 我们也仍有一搏之力 说得不错 葛先生 我果然还是差得太远了 年纪大了 多思多虑 什么事都会做最坏的打算 而且别看我说得很有志气 最终成事的可能 却是太小 关于力量之道 我们研究了这么长的时间 仍然像看着远处的大山 恐怕连山脚都没能接近 更别说是找到上山的路了 葛先生 但无论如何 想让我们坐以待毙 是绝不可能的 我等一下就动身去燕陵 那儿有学会的分会 更方便联络到其他人 算算十日 你吴师兄也该从江南回来了 我和他都有很多事要做 就麻烦你们取得摩器之后 再把容天仪带到燕陵 好的 最后还有一件事厚颜相求 若是可以 我想请你们二位 将自身的灵力放一些 到另外一座容天仪当中 尤其是这位少侠 据说你的灵力 对魔族很有些压制之功 不过 这终究是涉及到你们的力量本源了 虽然之后的研究 也可能毫无寸击 但二位若是不愿意 我完全能够理解 可以 天鹿城 太宏伟了 虽然你说 做不到用外力去加工这城中大镇 但既然来了 不妨和我一同去看看 那是一定的 当作长长见识也好呀 我去说一声 的确是非常精妙 这里 难道自从大镇建成之后 就再没有重新修筑过 自然不是 只不过无论怎样 我们都会保留住法镇的官要之处 今时之先 上前下坤 我确实还远远不如 都没办法想明白 这其中的官窍 当然也就谈不上加固法镇 时宜时宜 能够找到懂得镇法之术的皇帝后人 已是难得 岑姑娘 你不必太过介怀 那我 还能在这里多看一会儿吗 我想花时间研究一下 这有什么不可以 王上的朋友 自然也是我们的客人 我让侍卫们 跟在你的身边吧 若是晚些时候 你还想去大镇的其他地方看看 他们也可以带你过去 那真是太谢谢了 如果我有了什么心得 一定会记录下来告诉你们的 这个镇书的位置选得太妙了 当初怎么会想到这样做呢 北洛你要是有事就先去忙吧 不用一直陪着我 我得看好一阵了 我们会观照好曾姑娘的 王上 没想到 您真的找到了懂镇法的皇帝后人 真的是这个 王上 王上若是得空 能不能去一趟秦雪那边 他用来为我们制作商药的几种药材 似乎都快耗尽了 你常往人界 或许方便捎带一些回来 好 我过去看看 秦雪姑娘 就这么一直留在天鹿城吗 之前 是为了玄歌的烧 如今却又情势不稳 他心里担忧 才会留下帮忙 他是 人族 只不过和旁人有些不同 他这一世要长久得多 死后不入轮回井 将散为黄昏 为什么会这样 是秦雪他自己 在地界幽度 帝皇女挖出球来的 只为能有足够的时间 去寻找复生之术 令他心细之人重活一世 我原本觉得 他所求的艰辛至极 执着多生 但听他略微说起过往 为胜唏嘘 那个人 竟也是拖出轮回之命 无法转世投胎 短短十几载 过得为时坎坷 如今我倒是期望的 一切顺遂 辟邪既然成了他这么多的情 往后要是有能相帮的 当然也不会袖手旁观 正该如此 辟邪王 清雪姑娘费心了 泥商跟我说 你手边的药材有些不够 可有什么事需要从人间带过来的 既然这样 就请帮我带一些陆火草 化香果 还有柱麻根 这奖都快没有了 在魔狱也找不到 行 我都记住了 再跟他对话一次 近来魔族易变 受伤的辟邪比往日里要多 所以伤药也用得特别快 你们是外乡人 来找于小娘子有什么事吗 我们 我们想买几件绣品 他病了 就是最近那个怪病 一睡下去就再没醒来过 那他在这儿有别的亲友吗 原本他爹和他娘也在养品 可二老三年前生了场大病 万幸是好了 后来就被于小娘子 送回乡下好生养着 他自己一个人留在这儿 多挣几个钱 说起来这小娘子也是可怜人 之前成了亲 该是有个依靠的 结果不知怎么回事 他那相公 成亲第二日就不见了 我们都猜 是不是扔下他跑了 不过说这些又有什么用 现在人能不能醒过来都难说 你们回去吧 别等了 鱼姐姐的爹爹念过书 是有学问的人 他以前还在阳瓶的时候 经常教附近的小孩识字 他给鱼姐姐起的名字 也特别好听 鱼梦枝 梦枝梦枝 那里像我的名字这样没意思 不过这话可不能跟我娘说 鱼姐姐病了 我很担心 从去年起她的身体就不太好 说要再绣一副燕子 也一直没能绣完 以前我羡慕她和三郎哥哥 想着以后自己嫁人也得这样 可后来三郎哥哥 怎么就把她抛下了呢 也太狠心了 你知道吗 我们阳瓶的燕子 和其他地方的燕子不一样 身上有一点点金色 特别好看 你肯定不知道 因为他们最近都不出来了 我天天看 也没见着 是已经飞去南面了吗 鱼梦枝和月三郎本是一对爱侣 成亲第二日却是分开了 鱼姑娘在梦里 竟然是站在自己的坟前 她就是鱼梦枝 最近一阵子 乌京燕也没怎么出来过 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呢 殷氏君 你们是在打听乌京燕的消息 梦 说坏了 你是 您可能已经不记得了 五百年前在泰山 多亏有您的帮助 我才安然度过雷劫 泰山 雷劫 月观风 可那是一只白猫 偶尔换换毛色嘛 这在猫腰之间 也很风情 你知道乌京燕 或者乌一国的事 那一群傻鸟最近很少出现 不过他们住的地方有个入口 就在西南面的一棵大树上 我可以带你们过去 作为对殷石君宁的小小报答 那就多谢了 偶尔换换毛色 这猫戒也是很正常的 殷石君 作为一只猫腰 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没想到还能再见您一面 您出现在阳瓶的是传了开去 现在亲眼看到您 还跟几百年前一样 一点没变 连不够言笑都是 我们这些仰慕您的小妖 也就安心了 给它跑快一点嘛 吉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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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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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 但我确实有点传不上戏了 辛苦你了 他什么意思 有时候大妖无意间释出的威压 会让别的妖难以承受 你放开对自身妖力的意志之后 在这方面还不太懂得收敛 虽然释出的只是少许 也会被有些敏锐的小妖察觉的 简单来说就是怕我了 也可以这么说 妖族还真是麻烦 那个 一路过来我也听了不少 妖除了人的样子 是不是都会有另外一个样子 那你们的模样到底是 小孩子家家不要打听这种事 现在先想办法进到巫医国里 哦 跟我来 这就是刚才那棵树吧 一下子变得好大 走 找样子去 老子 我们是不是也变得太少了 连这燕子都不过 点自身的变化术之外 我不太擅长其他的指令法术 行吧 我倒觉得挺好 这样观察燕子还从来没有过 你们到底是要打架还需要说话 可我们也不想打架呀 别骗我 你是个人 齐哥说过 虽没有一个好的 别以为有两只大摇一块 我们就会话 究竟也死也不受欺负 好 哎呀呀呀呀呀 可恶 我们去找齐哥 这些傻鸟怎么回事 好像很讨厌人的样子 你们就是十五说的入侵者 不 我们没有恶意的 那为什么要来乌一国 我们想找一个交约三郎的 还说没有恶意 三郎当初被害得那么惨 嗨 你是不是哪里误会了 其实我们并不认识岳三郎 不用再说了 走 马上回去告诉大长老 等等 怎么回事呢 都挨个领吃的 你们今天刚到这儿 好好吃东西 好好睡一觉 明天再分组干活 主人好心收留我们 我们不能做一只蓝鼠 要多努力 大侄子你挨信吧 俺们都是收缴麻利的 二大爷 你们刚来 哪里过不习惯 就和我说 士兵啊 你出息了 这叫我马上去 陶尔大爷 被拉刮了 袜子们挤困你恨 士兵啊 咱后上再说 二大爷 晚点我来找你 我给你们都准备了好东西 表弟 等一下就照我说的 每只蜀给一份吃的 要是带着小娃 就多给一份 然后把所有蜀的名字记下来 包在我身上 你放心去忙别的事吧 我觉得 还是暂时别过去吧 可是 我好想过去 这么多的黄金飞天数 天哪 你现在去了 他们八成要乱做一团 也是 弄乱了的话 袁天使会生气吧 没关系 反正已经要住下来了 徐徐徒之 我之前是想过 带着小娇娇去别处过日子 可我好像 买不起她爱吃的饲料 还是暂时别过去吧 大长老不好了 有个人闯了进来 一起的还有两只大妖 他们想找三郎 不要慌里慌张的 我已经知道了 你们这些莽撞的孩子 幸好人家没下重手 算算时辰 应该也快到了 你去接一下 大长老 算了 我自己去吧 那里有只好大的毛毛虫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片叶子 啊 被燕子叼走了 我是吴一国的大长老 不知几位为何来到这里 大长老 你们知道关于杨平梦境的事吗 如果是因为这件事 请跟我来 我们可以慢慢说 前些时候 我一直有不好的预看 总觉得杨平会发生什么大事 所以就约束小辈 让他们尽量别离开吴一国 大长老 我竟然对他们这么客气 那可是大药 大药也没多只眼睛多张嘴吗 笨 这应该不是原形 我 我听说有些大药 就喜欢吃小药 他们会不会一口把咱们吞来 嗯 有大长老在 不会吧 这些燕子 一直都是这样有精神 让您见笑了 这几代因为生养极好 所以族里多了许多小辈 他们没见过什么世面 难免大惊小怪了点儿 我会想看 你们看 我会想看 这些不错 我会想看 那些不错 我会想看 我看 我看 你不错 你不错 我看 你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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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了 可以的话 请您对他们温柔一点 这些孩子 虽然看起来不小了 其实很多都还只是幼崽 那么就麻烦几位 和我说一下最近的事 还有你们的来意 原来如此 那你们想让三郎做些什么 我们对异变的梦玉了解不多 虽然想要救人 还要阻止魔来到人间 却也没有太好的法子 于梦之在梦中被魔带走 离开前他的意念 有片刻挣脱出来 留下了几句话 我们只能先顺着查 这才找到了巫医国 我明白了 梦里的魔 想必正在寻找突破之处 而你们也在找 找办法让御主醒过来 有一点可能都要试试 没错 如果想用武力 必把所有的魔都除去 那是我们在发梦了 倒不如先减少几个梦玉 七郎 你去把三郎喊过来 可是 我不管他之前受了多种的伤 他也已经在家休养了三年 如今不光是他自己的事 还关系到全族的安慰 如果魔真的通过梦境 大量的来到人间 我们都得遭殃 我知道了 请稍等片刻 三郎应该很快就来 几位请稍作休息 若是感兴趣 也可以在附近走走 三郎这孩子有些倒霉 喜欢上了一个人 结果却被骗了 是那位鱼姑娘 他们按照人族的习俗 结为夫妇 没想到成亲的那个晚上 三郎就带着伤回到了族里 毕竟是被刀刺中了心脏 他差一点就没命了 既然这样 大长老放心他跟我们走 这件事 三郎不希望祖中过问 我们也就不过问 他虽然难过 但在我看来 既然没死就会活下去 人的寿命很短 所以总是把一些事 看得特别重 三郎亲近人 便会去接受他们的想法 以至于一时陷在里面 可他还要活很久 比那个人要久得多 现在看来 伤心愤怒的事 转眼也就不算什么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万一还是一直念着呢 那也是三郎自己的选择 来了 余梦芝 是快死了吗 你 跟梦里的黑衣人 长得一模一样 余梦芝被魔器所欺 若再不醒来 即便本来无病 恐怕也命不久矣 何况他的身体 似乎并不太好 真是报应 他留了什么话 他说 让你解除你们之间的契约 契约 他终于想起来 我们之间还有契约 可惜我没办法解除 哪怕我如今 也恨不得把全身的血 都换过 我们吴金燕缔结的血气 是一生一世的 血气 那就走吧 我想辟邪的血 足以吞噬掉你们之间的契约 这样吗 倒也不错 我跟你们去 难道竟是辟邪 真是太失礼了 戏之末节就别在意了 不 大人驾临 乃是我族的荣幸 三郎 你需谨慎行事 不要鲁莽 是 我 我怎么了 快醒过来 你只是在梦里 OK 结束了 这个直线 应该就这里了 上次来 好像没有这扇门 结束事 鸾交奉友 尽今生 雁吕应酬 这个 是有人成亲了 没有呼吸 是 尸体 一男一女 脸上和手上都有些溃烂 不过看得出年纪不算很大 最多四十来岁 难道 是住在这儿的一对夫妻 就这样 白解藤 丁鬼草 是张药方 有一处特别圈了出来 什么血 看不清 这告别是我们刚才在找那个药草的其中一个什么血封 什么封口的 结束事 鸾交奉友 尽今生 雁吕应酬 嗨 我只是单纯 应该说我 我还是第一次玩啊 还没有破完 这事 我还是认识的 我只是中纪 我还是认识的